大家好,我是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孙宝奇 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家中营造一个有利于孩子母语发展的语言环境 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公众都很感兴趣的 尤其是在最近,当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一个新常态 我们居家的时间会变得更多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更贴近母语的家庭语言环境 让母语可以像春天的小语那样随风潜入夜,任务系无声呢? 欢迎大家在8月29号登陆我们母语学习论坛的网站 参加我们的分享会 谢谢大家,我们到时见